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层高的阳房面积近3000尺》 一家三喉居住 因應屋主喜歡茶道茶藝 整個單位的設計帶點中式味道 但又不會感到古舊 因為材料加入雲石和木材 色調盡量輕淡突破傳統思維 想行一個新中式的風格 中式的風格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比較老舊 或者是比較深的木色 一些酸枝或者一些紅綠為主 其實我們想跳出這個框框 但我們就想看回 其實中式或者本身的文化 感覺上可能比較有底韻 或者比較甜淨一些 舒適一些和自然融為一體 我們都想用大量自然的物料 包括一些雲石 或者一些木的元素 不要太深色 它的流暢度會比較平穩 做出來的壓迫感會比較少 大部分牆身留白 油上了買白色的油漆 素雅的淺色調可以帶出嫌疑 也有助天然的光反射 令到空間更光亮開闊 畫上淺色的油畫 大小筆一架球形雕燈 已經足以為客飯聽家的生氣 上層耳目屏風分隔茶室 望翠綠山景 空間充滿天靜異景 女戶主真的比較喜歡 中國的一些文化 剛才說的茶藝 或者其他一些圓林 所以我們都想把她喜歡的東西 放在這個單位當中 當然也要迎合她們的生活所需 可能是儲物方面 或者是做出來的氣質的感覺 有品茶 砌茶用到的中式家具 一格格的層架 展示出自沙茶壺茶杯等的裝飾 防水彩畫場紙 看起來比較豐富 女女房設計 特別加入了一種色調 女女房間相對來說 年輕一點 因為其實她的年紀 都是二十多歲 但也要適合整間的主題 所以也會多了一些綠色的元素 或者腸子 或者其他物料去配合 主人房在最高的一層 主色是低調的大地色系 床背貼上了素色的梅花長紙 兩邊裝油金色碧燈 提升高顏味道 大幅電視櫃場 用上了此木式 其中一邊是木製托門 方便屋主需要的時候 關上電視 讓另一邊的日光照射進來 給大家看 和啤酒 試過 按摩 在訓練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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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